同样是在老父亲体内备战三个月的小蝌蚪 凭什么只有你脱颖而出 凭实力还是靠运气 一名成年男性的体内 每天都会产生小蝌蚪 对 就是这样 小蝌蚪先是产生于加工厂内 每一只小蝌蚪都是由晶圆细胞分裂而来 一个晶圆细胞经过多次分裂后 可以产生256只小蝌蚪 然后经过加工厂的孵化 大概10周左右就可以成熟 成熟后的小蝌蚪也不能到处跑 它们会被统一储存在副稿内 等待冲刺的机会 总的来说加工厂的规模越大 产生的小蝌蚪数量越多 大概每刻搞完组织可以产生1000万只小蝌蚪 那么两个加工厂每天都能产生上一只小蝌蚪 正常男性在一次生命大和谐之后 可以贡献大约2-6毫升的小蝌蚪 每毫升的小蝌蚪大约2000万只 那么问题来了 你是如何打败数以亿计的兄弟姐妹们 成功变身成人的呢 当然想要成为人 小蝌蚪离不开另外一个角色 卵子 让数以亿计的小蝌蚪真的投破血流的卵子 最开始是由卵巢中的初级卵母细胞成长起来的 和男性不同的是 女性体内由卵原细胞转换为初级卵母细胞的数量是与生俱来的 处于胎儿时期的女宝宝 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决定了一生卵子的数量 而且这个数量只会不断减少 如果说小蝌蚪的出生是做加法 那么一颗合格卵子的出生就一直在做减法 在胎儿时期女性的卵子就开始了首次减数分裂 由卵原细胞分裂的初级卵母细胞 大约有600万到700万个 一出生就剩下了100万到200万个 当第一次来姨妈的时候 仅剩下了20到30万个 注意这只是初级卵母细胞 离一颗合格的卵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初次月经后 每月起少数的初级卵母细胞会逐渐觉醒 发育吞病 努力成长为次级卵母细胞及第一个集体 集体的形成是为了移除接下来的单背体 从而进行二次分裂 分裂到中期即可停止 迟到遇到小蝌蚪后 才开始继续分裂 在这个阶段 初级卵母细胞们会同时进行发育 只有最早发育成功的才能进行二次分裂 通常情况下 一次生理周期只能有一个合格发育的次级卵母细胞 经过24到36小时的等待后 进入数卵管 进入数卵管之后 如果没有遇到小蝌蚪 那么这颗打败了众姐妹的次级卵母细胞 就失去了再次分裂的资格 只能孤零零的进入子宫 然后随着子宫内膜脱离母体 由于是惨烈的减数分裂 女性一生中能有资格进入数卵管的次级卵母细胞 仅仅400到500个 那么卵子已经准备好了 小蝌蚪大军也跃跃欲试 在一次激烈的生命大和谐之后 数以亿计的小蝌蚪大军 终于突破枷锁 踏上了漫漫征途 但想要拥入卵子的怀抱 成为这数以一分之一的性命儿 小蝌蚪大军们需要突破重重关卡 今夜的PH值为7.2到8.0 呈碱性 而女性阴道中分泌液的PH值为3.8到4.5 呈酸性 对小蝌蚪们来讲 太酸了 虽然开始小蝌蚪们抱团固化 30到60分钟之后才会液化 而阴道中的酸性环境是24小时持续不断的 所以大部分的小蝌蚪们根本熬不住 通道中就正忙出局 Game over 真诚路途合起慢慢 小蝌蚪的长度只有60微米 而漫长的通道有20万微米 这差不多要一刻不停的跋涉两小时 于是 又是无数身体素质不好的小蝌蚪 前赴后继的倒在了遥远的路途之中 长度跋涉的小蝌蚪们终于来到了宫颈关卡 平时关闭着的宫颈 在面对小蝌蚪大军也不得不打开了门 但宫颈这关会分泌大量粘液 让为数不多的小蝌蚪们又被打批宫颈粘液留住 消亡 这时候跑得快的 只能给后级大军做电脚石 千军万马到了这一步 仅仅只有百个左右的小蝌蚪冲过了宫颈 之前提到 宫颈两侧有舒展管 这下小蝌蚪们傻眼了 慢慢没想到 人生的起点就要面临选择 两侧舒展管 大概率只有一侧的舒展管内 住着刺激卵母细胞 选错的话可没有回头路了 选对了的小蝌蚪 终于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舒展管内也是凶险无比 这时候不仅要拼速度 还要拼力量 小蝌蚪们一边摆脱舒展管内的鲜毛 一边拼命的往前游 最终你这颗小蝌蚪 终于在数以兄弟姐妹中拖延而出 见到了闷闷以求的卵子 她觉得你还不错 然后接纳了你 最终成为了你 这里是求存冷知识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